好 其實這個美國最高將領 他說有信心擊敗中國的評論 這個大悟的網友說得很好 美國每一次打戰的時候 都沒有把這個戰爭帶到本土 接下來我要請大千哥來幫我們補充的是 因為呢 這個中美之間的 這個兩國的外長 像布林肯他即將跟王毅會 在寮國舉行這個溝通對話 當然還包含了川普 你覺得他的態度有改變嗎 原本說要跟台灣要保護費 後來呢 變成兩度提到 他很在意台灣安全 您怎麼樣解讀 我是強烈的懷疑 川普之所以會稍微改口緩夾 的原因是因為民進黨方面 或者是這個在美國的這個 FAPA 台獨團體 他們對川普進行了某種程度的遊說 因為如果川普講得這麼直白 那麼就立馬就影響到了 這個台灣社會對於美國的看法 那這對於這個民進黨 或者這些台獨份子的利益 是不相符合的 所以呢 不管川普未來會不會收保護費 在此時此刻他們絕對不能讓川普 說得這麼這個斬釘截鐵 那你說川普到底會不會收保護費 當然會啊 他不只對我們收啊 他全世界都要收 大家放心 你看著他對北約也要收 對日本 對韓國 對菲律賓都要收 只是看要給多少而已 台灣現在被美國搞成這種情況 我們可能要給多一點 因為我們很危險 那有些地方看起來相對安全 所以可能給少一點 但川普就是一個商人性格 這種商人性格在他的這些談話裡頭都表達無疑了 就你不給我錢我就不會辦事了 那事實上台灣付保護費已經付了很久了 我們買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武器都是付保護費啊 我記得我看過這個張將軍的這個所談到的內容啊 我們的魚叉飛彈可以不用買 買了就是付保護費了 我們的這個戰車不見得要買 我們的雲豹裝甲車已經有了 我們很多來自於美方的設備 包含什麼火山 布雷車也不用買 可是我們都買了 我們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呢 跟我們自己的這個國防力量已經重複了 就是為了付保護費不是嗎 還別提說我們每年 這個每一次買飛機的時候 我們都要這個光顧波音的飛機 為什麼 就是因為中美關係 就是因為要綁住美國 所以台灣付美國保護費付的難道還不夠多嗎 大家看看我們還把一座台積電送出去了 好幾萬個台積電的工程師都在美國 我們還沒有付保護費啊 所以其實川普的這種性格跟想法 某種程度就反映出來 美國政治人物對台灣的看法 就台灣要不要讓美國予取予求 這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 就是美國的這個獅子大開口 永遠都把它填不滿 那我們究竟為什麼要付保護費咧 我們仔細回過頭來冷靜想一下 因為台灣可能會有戰爭 那台灣為什麼會有戰爭呢 因為台獨跟美國綁在一起 因為台灣要變成美國的匕首 因為台灣是要做美國的小弟跟奴仆 所以我們要面對戰爭 我們要幫美國去打仗了 大家仔細想一想 這場戰爭是美國的 干我們什麼事啊 在沒有美國當時的印太戰略的時候 兩岸關係沒有這麼緊張兵凶戰危的 哪怕是民進黨執政 從2016年到2020年 這四年的期間 兩岸之間是走在低點 但是也沒有到兵凶戰危 兵凶戰危從什麼時候開始 是從拜登決定要推印太戰略 決定要把台灣當作美國的前哨戰 拿台灣當另外一個烏克蘭 這個時候兩岸關係才愈發緊張 所以我都完全沒有辦法搞清楚的是 那我都是被你美國害的 我為什麼要付保護費給你呢 那台灣人民就要想一想了 那我們要付保護費是為了要替美國打仗 那我們乾脆不要替他打仗不就好了嗎 我們又省了錢又不會有戰爭 這對台灣來說是何樂而不為呢 這就回到了這個美國的將領所說的 他這個布朗講的這些話 就是剛才張將軍講的就是在鬼扯啊 就走夜路吹狗哨自己給自己壯膽的吹牛 你如果真的這麼帶種 你說你打得贏中國大陸 那你就不要撤出第一島鏈啊 你把你所有的部隊好好排在這裡 別跑 不要跑到第二島鏈去 不要來跟第一島鏈的人說 你要發展什麼無人機啊 用這個群翼飛彈啊 無人潛艦的 無人船艦 為什麼都是無人 因為死不了你美國大兵啊 因為你打不贏啊 你知道在第一島鏈擺下去 就是當炮灰的 你不敢 你沒這個膽 所以你躲到了第二島鏈去了 如果你今天真的打得贏 那麼你就好好打一場 不要在台灣當戰場打 你就邀請中國大陸打你美國本土好不好 打打關島啊 打打夏威夷 我們都沒意見 不要打台灣嘛 大家想想看 這種在人家家打仗 這種話說的就是很簡單的 好像就是在人家家請客 用別人家的菜 用別人家的錢 這不就是現在美國打得如意算盤嗎 美國跟中國大陸打得贏不贏 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要請台灣人民 大家自己想清楚的一點是 不管誰打贏 我們都輸了 台灣都是戰場 你有看過哪一個戰場 在打完了之後 還可以完整無缺 我們還有現在這樣的繁榮的經濟跟生活嗎 怎麼可能嘛 所以美國的這些軍事將領 像普朗這些人 就不要在這邊鬼扯了 你們如果真的帶走 你們就邀戰中國大陸 到你們家門口去打一場 在你們的國土上打一場 在加州打 在德州打 我都沒意見 但是不要在台灣打啊 好 但其實說穿了美國現在可能 也是無心跟無力管別人家的事 因為他們自己的總統大選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是不斷有消息傳出喔 CNN的報導指出呢 現在呢 要拜登下賀錦麗上 民主黨呢 已經達成一個共識了 而且私下交談已經在幕後進行數週 但是這個流程不明朗 因為很多的民主黨人 哪怕最擔心拜登的人 現在都在暗兵不動 不敢挺身而出反對拜登角逐總統 因為預測呢 接下來的狀況 可能會更加的混亂 好 另外呢 也有人說 柯林頓原本是暗挺拜登的 但是最近幾週一直私下鼓勵捐助者 繼續支持拜登 好 我們再來看到川普的部分喔 川普20號這一天跟 范斯一起到了密西根州來造勢 我們來看一下川普他說了什麼 他自己提到他跟習近平處得很好 習近平是一個很棒的人 而且呢 自己在這個遭受槍擊未遂之後呢 習近平有寫給他一封美妙的信 他說很多領袖也都有這麼做 雖然這些人之中呢 有很多人不喜歡他 但是呢 幾乎所有的人都寫信給他 所以他覺得非常的好心 因此呢 他這麼說就是覺得說 現在呢 世界各國的領袖也都覺得 言下之意就是覺得說他當選的機率是大增的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 他說自己為民主擋下了子彈 在這個造勢活動上頭呢 他也嘲笑拜登很虛弱 另外呢 嘲諷裴洛西 現在像狗一樣在咬拜登 在攻擊拜登 瘋的跟臭蟲沒兩樣 這個部分問一下立將軍 我們特別要想想看 為什麼美國國家現在變成這個樣子 就很明顯的美國這個帝國崩落已經開始了 我們合理來講 我們不管歷史上面 古今中外 我們雖然沒有看過說是一個這個滿口彰化 然後滿口做人身攻擊 撕裂自己族群的人 然後可以來這個變成這個人民所擁護的一個領袖 然後可以當選總統 尤其是美國號稱是這個民主的一個先進的一個國家 居然出了一個川普這種人 而且變成美國人的英雄 那代表後面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不就是代表美國一個帝國的崩落嗎 那為什麼要講說美國這個時候川普可以在這個時事上面 他這種就是你看他罵斐洛西跟狗咬拜登一樣 在粗俗 粗魯不堪的話講得出來 那大家還都非常緊張 我覺得如果說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的話 這種領袖早就被人民所唾棄了 那可見的美國的人民來講的話 他們現在非常的焦慮不安 因為他們自己知道自己國家的一個帝國 即將面臨崩落的命運 那我們事實上你看到美國現在美債對不對 已經快要到34億的這種 34兆的這種那麼高的一個數額美債 那大家也無解 另外通膨也持續來講也沒辦法降下來 對不對人民生活貧富差距非常的大 尤其是更嚴重的 他們族群之間黑人白人 還有這個有色人種 之間彼此之間的這種互相的 這個爭鬥來講記憶很嚴重 槍制的問題 墮胎的問題等等 還有移民政策 我覺得美國來講它裡面問題太多了 那美國人民知不知道他們自己很清楚 就是說非常的貧富不均 那現在滿街我們不要認為說美國 是一個民主又富裕的國家 我有一年我去美國去看 那一個大城市裡面你真的是很壓抑 整個大城市全部都是遊民 都帶了帳篷搭在那個地方 但是他帳篷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這邊搭的是白人的帳篷 這邊是黑人的帳篷 這個非一的啦 我更正非一的 但是這兩邊我不曉得哪一邊 但是他們兩邊確實還真的就不一樣 有一邊雖然說大帳篷在外面露宿 可是還注重整潔衛生 另外一邊真的就是非常的髒亂 所以美國自己面臨那麼多的問題 那現在來講的話 它又面臨中國跟它的競爭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就會變成產生這種 不管是找川普這麼瘋狂 這麼無理 這麼官司纏身 你看他如果說是我們就一般道德標準來看 怎麼可能成為一個領袖人物 可是現在他居然變成美國人的英雄 那我覺得如果說是現在民主黨 很明顯的 我跟你講他為什麼鼓勵拜登繼續選下去 有心要選民主黨 有心要進足大位的人 他不會在這個時候出來 去我們所謂英其風 就我不會去 這個在你最強的時候我去碰你 那我可以等四年 按照美國的憲法 川普就是只能做一任四年 我四年以後我再出來 比如說我們講說是紐森 或者是說密西根州的那個州長 惠特尼對不對 這也可能有機會 可以競爭美國總統這些人 他不會在這個時候出來 因為他做得出來 他等於當犧牲打 當炮灰 所以這個時候誰來當炮灰呢 可能是照賀錦麗出來當炮灰 這是第一個 所以大家覺得怎麼可能賀錦麗 我覺得出來當炮灰的機率很大 那賀錦麗知不知道 這時候他出來選不贏 只是被人家當炮灰 他也有可能自己本身 也有這種自知之明 所以說繼續叫 我個人認為說叫拜登繼續選下去的可能性很大 反正我們這把這個民主黨已經沒辦法贏了 我乾脆保存實力 保存這些人才 不要說人才在這個時候被川普一個一個 全部都消耗掉了 我準備等你四年 因為你就是幹四年 四年以後我想說民主黨有事之事 他可能會等四年以後再出來跟這個 這個競選下一任跟共和黨的下一任總統來做一個競爭 候選人來競爭 但是很遺憾就是這四年 這全世界怎麼要辦 對不對 問題這四年大家熬的過去熬不過去 這四年會產生多大的變化 一年大家都受不了了 更何況是四年 所以這四年我想說全世界大概每一個國家都要綁緊安全帶了 做好各種應面措施 這四年真的是很難熬 然後會亂成什麼樣子不敢講 搞不好美國自己本身 因為這次仇恨的顏值太高了 至於美國自己本身發生內戰的可能性都很高 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粘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